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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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下跌地缘政治风险 和主要央行趋向收紧货币政策 加上美国上个月的私人企业新增职位 是15.8万个 明显比预期少 而美国上个星期 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 年升第三个星期 升到24.8万人 超出市场预期 都不离投资情绪 道指最多跌过173点 跌到21,305点 收市略为收窄跌幅 报在21,320点 下跌158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市报在2,409点 下跌22点 跌幅1% 科技股沽额持续 纳斯特克综合指数 收市报在6089点 下跌61点 跌幅1% 两大指数都创了5月以来的收市甚低 各别股份方面 通用电器股价跌近4% 是表现最差的道指成分股 欧盟反垄断部门说 公司可能在欧盟评估并救交易过程当中 涉嫌提供误度资料 另外 Tesla的股价都下挫接近6% 再来看看 在美国上市ADR的表现 汇控自入港元部73 73.44 比本港收市价略升 中移动偏远 自入港元部80.2 中联通报10.57 跌0.3% 中人寿报24.01 跌0.1% 中学有跌0.8% 报8.58 至于中石化跌0.4% 报6.07% 中石有报4.82% 跌超过1% 欧洲股市方面都是下跌 股份方面就个别发展 公用股下跌 银行股普遍逆市上升 意大利银行股表现最好 英国富士100指数下跌0.4% 收市部在7,337.跌30点 至于德国DEX指数 低收接近0.6% 收部在12,381点 下跌72点 法国CAT指数下跌0.5% 收市部在5,152点 下跌27点 提提商品市场方面 油价反复高收 美国能源资料处的资料显示 上周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减少630万桶 大幅超出预期 减少大约230万桶 亦是五个礼拜以来最大跌幅 总库存跌到一个月以来最低 汽油库存亦显示减少370万桶 减幅远超过预期 数据对油价带来支持 纽约旗油一度升到46.53美元 收市就报在45.52美元一桶 上升39美元 倫敦布兰特旗游 在数据公布后 曾经升到49美元楼上 收市部在48.11美元 上升32美元 金价乘幅高收 美元和美股下跌 对金价带来支持 纽约旗金 收市部门暗市1,223.3美元 上升1.6美元 升幅0.1美元 现货金佈1,225.1美元 看看美元匯价 美元下跌 美国就业数据比预期疲弱 市场关注联储局可能会放慢加息步伐 加上联储局较早前说 6月议息会议记录 未有提供明确的加息路径指引 市场都观望美国快公布的非农就业数据 投资情绪审神 美元指数暴在95.813 下跌0.5% 欧元对美元上升 最新暴在1.1416 美元对日元就变动不大 暴113.27 美国龙公布公布 截至7月1日为止的首次新领 首次新领救济金人数是24.8万人 按星期升4,000人都超过预期 年升3个星期 看其他汇价 美元兑港元7.8106 英镑1.2963 瑞士法郎0.9608 家园1.2984 澳元0.7578 柳元0.7284 再看美国国库债券的表现 10年期债券息率是2.37 30年期是2.91 这次嘉宾请来Rafi和我们更进外围的情况 Rafi早晨 早晨 看美国方面公布了就业数据 私人企业的新增职位是15.8万人 再加上新领救济金人数 连升3个星期 升到24.8万人 两个就业市场的数据都不太好 看美国加息的步伐是否应该会放慢一点 和缩表的时间表 是否都可能会延后一点 当然你说昨晚美股有个明显跌势 当然跌的主因就先提到 可能关于数据因素事 因为其实以回改真一句 你说这段时间里面 其实大家都常说的就是 美国加息的步伐 或者缩表的情况是怎么行 而之前都说过 只要数据上的配合 你说这下继续加息 或者是继续有个缩表 其实大家就不能说太担心 因为始终你面对经济改善 或者是一个好转 才走这一步 所以如果这样走的话 理论上看对市场 没有太大震荡 但是偏偏 如果在这一刻 大家又在说 可能又会是加息的 甚至乎 都预期上缩表 是会继续是预期中进行的话 但是如果数据出来不太好 形成两者有个明显的差异的时候 这一点其实市场比较担心一点 所以昨晚正正也是这样反映 因为以日前来说 其实美联储公布了上月的议息会议记录 当然里面没有很明确 是说下次加息是什么时候 或者是委员有些分歧 但是就算缩表的看法 其实他们都差不多 挺显示得到 都预期到9月份可能会进行 但是以这个是这样走下去了 但是到昨晚回来 的确令公布的比较偏重要的数据 其实都是比较远一点 特别是ATP的私人就业市场 新生职位来计算 只有15.8万个 原本预期到18.5万个 就变成一个明显的顺遇期表现 所以这一点也令大家对 就是可能后市 是不是经济没有想象中 那么强的一个复苏性 但是偏偏还要走宿表 或者走加息的一个情况 所以自然令到股市方面 稍为偏弱一点 而且这分离一边商 当然昨晚跌的 另一个主因在资金上 也是继续换码 你见到科技股方面 仍然有些抛售现象等等 所以似乎加加慢慢 暂时美股 好像是要想有一个 即是细节调整 但是当然调整幅度多不多 后市仍然要视乎 就是数据面 究竟如何走 特别比较重要一点 可能看今晚 今晚美国都要公布上月的飞龙数据 这是更加重磅的数据 完全可以看回后市加息的预期 甚至乎刚才提到宿表的情况 今晚出来的数据 假设都是一旦 比预期中有个很明显的落差 差很多 可能美股再借势调深一点 不奇怪 但今晚出来的数据是很好的 跟刚才说的 就是跟加息有多配合 可能市借势转回头又不期 所以我觉得意味着一点 就是在这些高预期中 可能比较反复一点 然后暂时计算 如果比较大的支持位 都是21000这大位 这位能够站得住 我觉得又未至于太差 但当然如果失手 我觉得到时的回调幅度 可能会更深一点 明白 都看回美国加息的进程 应该会进行 只不过是加得快还是慢 大家都可能会关注 叶数据各方面的启示 但另一方面 看到除了美国那边 会涨入加息的时间表之外 欧洲央行都谈了 是来接下来会有一个收税的情况 欧洲央行会议记录显示 有官员认为 在经济环境好转 和美部风险下降的情况之下 可能有必要重新审视 就是资产购买的宽松立场 都见到是拖累整个欧洲的 主要的国家的国债价是价跌 息就是上升 美债息都有个抽上的情况 你觉得欧洲央行缩税的情况 会不会对环球经济 或者环球股市 带来少少的影响 当然这下突然间 连欧央行都少少叫做 是愈来愈有个启示 是觉得可能是缩税 或者是收紧的货币政策 自然对环球资金流方便 或者走势上看 有些影响不出奇 因为大家最预期的 美国就预计是最有条件加 甚至做到已经加近 而本身预计第二个有条件加的 可能是英国那边 其实欧央行那些 或者其他的招央行 都觉得未必那么快 有那么明显的动作 但偏偏这下欧央行都公布 就是看会计料里面有多少 就觉得可能 都会缩下买债计划 这下都有少少突如其来 令到昨晚资金面方面 有个明显的一个转变 例如欧元又抽了上去 那你见到个别的债息 也是抽了上去 债价跌了下来 那变相是这样的即时流走的现象 但要看这个情况 究竟你说之后是否延续 因为其实欧央行很多时 久不久一两下 就会有这样的反应 但如果之后他出来说的话 或者是出来表态 又是变相是紧返的 或者是松返的 其实又会反转走不出奇 所以我觉得 你说没有条件 我觉得又未完全是有一个 很绝对性条件可以这样做 但明显地见到 就是个别的欧元区国家 经济面是有改善的 特别是个别的大国 所以我觉得 又不能够排除这个可能性 所以暂时来说 真的要看之后 究竟他们的取向是怎样先 是 刚才Rafi也有提到 美股那边 其实见到一个换买的情况 投资者在7月份开始 都见到是开始沽售着科技股 转到其他类别 现在这个换买行动 其实对于港股方面 都有些啟示 因为都见到 隔晚科技股下跌 其实腾讯现在 都要下跌百分之一 去到268元 已经穿了270元一个带位 经压时段 港股跌88点 25377点 现在都跌109点 25360点 马飞 你觉得互马行动 香港这边是否要照进 都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 其实有些相似的地方 就是过去这半年 整个行指里升差不多 一乘差一乘八 升幅度很多 而当中升的其中一个 比较重要的主因 都是靠腾讯 靠科网科技股推上来 变成这一刻 去到这些东北市上来 形成这一刻 亦都间接地见到外围那边 美国亦都一样 就是资金面方面 开始流出一些科技股 减一些传统的旧经济股 比如银行股 这些因素 所以香港这边 都可能有些类似的情况 就是短线 可能会流走一些 叫做科技股那边 或者叫做流出方向腾讯 然后换买一些旧经济股 之前几天都见到这些情况 有些金融股就炒一下 可能资源股就炒一下 比如银铁股 这些全部都有个别的炒作 免得资金那边 在香港这边 都有这些互惑情况 但是当然 你会不会持续去 我觉得要看个别 因为始终说腾讯这些 我觉得这一刻 叫做借势 留一留走 但其实基本面 大家也知道是十分理想的 所以我觉得 当做一个似乎的调整 或者是回了一点 其实到时又会 有些资金再追捧 即是腾讯或者也未算太担心 但其他的科網科技股 可能个别就要小心一点 因为其实以贵的半年升上来 完全都是靠资金的推动 但他们那些本身的基本质素 那些东西 其实又不是特别强 所以我觉得有的 可能接下来会更容易去走 但主要是市方面来计 其实之前也说过 我觉得还有机会做回调整 始终你看到 虽然昨天早上或前天 曾经慢慢弹上来 但其实你看到 五十天线这位 有些技术支持 但你看到向上来说 也不是太有大动力 甚至乎整个势头来计 除了我刚才说的资金 是换马去到个别旧经济股之外 就会看到整个外围局势 方面等等 都还有些变数 即是不论油价 其实还是比较好反复 而可能外围局势 譬如北韩那边 其实怎么走都未知 这些都会完全影响到 港股的去向 所以短线来说 再加上港股也是贵了半年 刚才提到的 星期一乘差乘八 我觉得这下 借势再回一点 其实不出奇 再加上 技术片上看 特别是之前 整个六月份 都不断说 在25,500至26,000 这个所谓收窄的形态 走了整个月 日前见到跌穿这些位置留下 之后 虽然昨天曾经想上去区间上 但明显地25,600 都已经顶着它再压下来 似乎未必那么快 是站得上那些位置 再加上今天来说 又再试穿50天线的时候 我相信这一阵的支持位 都已经影响之前自己看的 就是大概25,000这些位置 我觉得大家 要做任何的 可能拿货 或者再部署下半年的做法 我觉得25,000这些位置 会比较安全一点 我觉得去到那些位置 再部署会比较好一点 嗯 好啊明白 跟大家跟着 就是内地股市今早开始的情况 都是要低开的 上证现在跌11点 报3,200点 深正城市跌48点 报10,513点 沪深300指数跌19点 报3641点 创业版指数跌9点 这期节目时间都差不多 先和Wafi聊到这里 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直播环节 硬点见吧 要财MoneyHunter提提提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1,221.17美元 卖出价1,221.5美元 现货白银买入价15.897美元 卖出价15.915美元 以上资讯由要财MoneyHunter提供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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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